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是跟着这个师父我就成佛 跟着师父我就得救了 跟着师父我就得到保护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那些见过释迦牟尼的人都成佛了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那个时候印度周边的国家 见到释迦牟尼本人的人只有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里面跟释迦牟尼修道的又有三分之一 这跟释迦牟尼修道的里面成就 阿罗汉 佛菩萨的只有三分之一 你算算 你现在找到一个释迦牟尼转世了 找到一个张卜生转世了 了不得了 然后见到他我就得度了 见到他见解脱 然后不用修炼我就去极乐世界 我就成佛了 这是不是魔鬼啊 是不是邪魔外道啊 所以记住师父教你真东西 就教你口气 好好喘这口气 不会教这口气的人 他不是真正的师父 名气再大他没有用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愣眼睛就是为傲难说的 他怎么骂傲难呢 说你这个家伙 天天跟我身边 傲难听经最多 大家知道整个佛经都是傲难背出来的 他说你天天跟我听经啊 说法啊 我的经都是治病的药 结果你只拿着药方子不去抓药 你们去一个医生的看病 医生给开了个药方 你结果拿着个药方 天天在念药方 不去吃药 你的病能好啊 你必须吃那个药病才好嘛 所以你傲难地天天跟我在身边 听我讲经说法 给人开药方子治病 因为他众生有种种病 他说种种法 种种法是法药 你听着我这个法 用了这个方法 用了这个技术 然后你的病就能治好了 对 结果你傲难听了这么多药方 自己没吃一味药方 傲难说什么呢 说哎呀你看 我伺候你在你身边 我又是你的堂弟 你成佛 你好意思不带着我 这就是全带关系 我认识这个转世活佛 我听闻他的名了 然后我就能解解脱了 温解脱了 然后我就不用修道 我就成佛了 释迦牟尼那个时代就有 欧难就是一个大魔头 那个时候 说被释迦牟尼骂 这不愣言经就是讲五十阴谋吗 你们就是在这个阴谋套套里 出不来 自己就做了阴鬼了 做了魔鬼的魔子魔孙了 走旁门左道了 走斜门外道了 所以释迦牟尼语重心长地跟奥奈说 你的身体是你的 你的心是你的 我的身体是我的 我的心是我的 身心两不可提 我不能替你成佛 你也不能替我成佛 你看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 他身边的大弟子 都不可以因为是 见到释迦牟尼了 闻解脱 见解脱 然后就解脱了 今天怎么有这种说法呢 看见谁了就解脱了 闻到谁的名了就解脱了 这不是魔鬼在说法吗 这哪里是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没有这样啊 怎么今天有这个东西呢 是末法时代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中 搞个人迷信 搞个人崇拜 帮派崇拜 组织崇拜 山头崇拜 跟着我 你就可以解脱 跟着我 你就可以成佛 跟着我 你就怎么地了 人无我 法无我 这个 只要有我像的 都是邪魔外道 我可不当你保镖 你也交不起保护费再说 你给我多少钱 我天天跟着你保护你 分身化气 你在你身边拿一个枪给你站岗放哨 你的邪魔外道 你的冤情戒主来了 碰碰碰碰的把他打跑了 你们就这样找师父的吗 对不对 找了个保镖啊 谁来了 师父你为什么不保护我 为什么让我受伤 为什么我认识你 我跟你学到这么多年 你还不保护我 我原本就不是你的保镖 我凭什么要保护你啊 我教你的方法是你自己保护自己 为什么 你是一个伟大的尊者 你是天真尊 你是调于丈夫 你是无上师 修行就这么分前后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就是你还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无上师 伟丈夫 天真尊的时候 想尽一切办法让你找到这个天真尊 见到天真尊 自证天真尊 等你是天真尊的时候 等你是伟丈夫的时候 等你是调于师的时候 好比你自己知道是国王了 你自己有千军万马了 你这个时候要号令自己体内体外的千军万马 不但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的家人 保护所有的苦难大众 这个师父是教你这些东西的 哪有师父要整天替你站岗放哨 打跑你的冤心寨主 打跑你身边的小人 然后弄得他们灰飞颜灭 你请了个保镖 天天来给你护厂子 护家护院 护着你 让你顺利 你不是邪魔外道吗 所以大家要知道 师父什么事都不能干 就能教学 就能教你 就能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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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